字幕輕昵編 口 buoy Hello 大家好 沒錯 就是我們9點鐘download 那今天呢 會在IG直播 然後只會播到9點20分 一樣是20分鐘 玄威 玄威你還好嗎 聽說你確診了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 你現在是在隔離當中對不對 對 然後剛剛拍了非常多動態這樣 我只會播20分鐘 因為我還沒有吃晚餐好嗎 我很怕我等一下叫不到外送 對 我是播到20分鐘一定會停止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因為今天呢 有邀請到一位特別的嘉賓跟我一起雙直播 對 那他現在在洗澡 所以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我剛剛因為剛剛很多人的問題呢 我一度都很想要 罵一些小髒話 但想說算算算 罵髒話好像不太好 今天是走一走 王嘉爾的感覺 王嘉爾的感覺 標籤跑出來 可以把它塞回去啊 我們會一起玩狼人殺嗎 什麼意思 你說私下嗎 五堅情直播 五堅情直播 不是喔 他們沒上線有怎麼播啊 你們要五堅情直播 你們要自己去密大家 對啊 我回得很用心吧 我還找很多濾鏡 然後結果我剛剛可能回得太 太動 就是太怎麼講 太用心良苦 整個問題爆炸 問題爆炸 不是喔 我是從來沒有跟我雙直播過的人 對啊 然後 好 反正我可以先預告啦 可以先預告 反正他等一下就會出現了 就是等一下會跟石之田直播 等一下會跟石之田直播喔 密他們又不會回我們訊息 所以你們就來抄我 對啊 Hello Chris Flow 最近我們都在玩狼人嫌疑 最近我們都在玩狼人嫌疑 這樣 然後還蠻好玩的 對啊 等一下再跟石之田直播一下 因為我太好奇他在家裡到底在幹嘛 Chris還好嗎 我看石之田有沒有進來 跟石之田怎麼認識的喔 恩 其實我們認識的點就是在 就是我去訪那個第二名的逆襲 然後才認識的 然後那時候覺得他就是一個很屁很屁的人 然後後來在狼人殺又再遇到 然後發現欸 其他人蠻好的欸 然後後來我們就私下就蠻常聊天的這樣 然後想說好吧 今天就特別來跟石之田來雙直播一下 對啊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一直覺得石之田很像邱鳳澤 對啊 Chris最近在寫歌對不對 怎麼會有人問說小賴是男生還是女生 那你喜歡 你希望我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是四五人啊 而且因為最近疫情啊 因為我本來就是每個月都會去雷射一下我的鬍子 然後 因為疫情我的 雷射時間整個超過 然後整個那鬍子長出來 好十字田來了 我打給你 然後你就按 接受這樣子 OK 歡迎我們的石之田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那麼Lag啊 你說你的 你的嗎 對啊 我好像有點慢慢的 因為 每月旁邊有人點愛心就會Lag 但沒關係啦 就這樣子 反正是BOOK 哈囉 你說什麼 你說這個直播可能可以留著啊 反正 因為你也很久沒有直播了 其實我 我真的不太會直播這個 我第一次直播也是唯一一次 就是跟瑞加 然後那時候也是研究了半天 蛤 你上次直播是跟瑞加 然後後面就沒有再直播了 後面就沒有再直播了 可是最近 我覺得疫情好像可以 可以來玩一下直播 可 因為大家都 以為石之田消失了吧 就是你 沒有啊我今天還有 我今天還有發文 我今天還有發文 可是你沒有在直播啊 喔對啊 因為 我很怕一個人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想說跟你可以 好像可以比較會講 因為我覺得你很 你很容易 可以給我一些話講 不容易 然後 沒有因為我 他頭髮 他頭髮又這麼好看 沒有沒有沒有 欸我這個剛吹好的 還蠻好看的 然後我沒有 我 我沒有上妝啦 我還有 前幾天還長一點點小痘痘 你皮膚好好喔 好扯喔 我以為你 你打開會是想這樣子 就是比較 蓬頭 沒有我沒有你那個東西啊 哈哈哈哈 我以為我想說要不要戴帽子 可是我又覺得戴帽子 好像 頭髮又會髒髒的 不會啦 因為平常會帶出門 好啦謝謝你啦 那你 疫情的時候 你幾天沒出門的 我應該三四天吧 因為我前幾天有出門採購 可是我最近好像有點 其實我 我今天看新聞又有點緊張欸 因為 好像很多 都是在採購的時候 對 對 就是採購 因為好像很多疫情都是因為 在發現第一天公佈確診的時候 然後就很緊張去採購 結果那些人就是也確診了 所以就是在大賣場被感染 嗯 所以我 我剛剛是有 研究一下能夠 哪些店家是能夠提供外送服務的 想說盡量降低那個 在外走動的那個頻率 欸 那是在煮菜的嗎 喔 我 我都是在煮菜的啊 我很偶爾就會叫外事 你會做 我都是用一些比較 對啊 可是我 我不是高手啦 偶爾 欸 不是你 會不會亮一點 那邊那麼黑 好 我找一下喔 欸咻 因為我不想開大燈 因為我的大燈是在頂光 然後這樣的話我怕會太 太那個 整個人會爆掉 應該有面光 對 對 然後現在很多人就是問我們台灣 怎麼樣 先跟大家報備 因為現在好像蠻多海外的人有進來 沒錯 沒錯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台灣呢 大概每天確診的病例是 大概300 300到200 然後目前 然後都是 停課的這樣子 我來想想看怎麼樣比較好 你剛剛可以啊 你剛剛其實蠻亮的 剛剛那樣可以是不是 好 沒有我現在在臥房 然後 有些東西要 那個 移一下 不用移 拿個煤槍 是啦 也不能太隨便 欸 讚欸 我找到一個光法 超亮 有沒有 對還是 你們出門一定要戴口罩好不好 一定要戴口罩 好 絕對要戴口罩 你為什麼 等一下 你為什麼 怎麼 什麼 你鏡頭會不會太模糊 因為 有點lag吧 會不會 我現在看起來 還好 我是用前鏡頭 可是我可能不是什麼 12吧 可是你鏡頭 模糊的 你要不要擦一下鏡頭 所以 好 唉唷 你要原諒 就是 直播 就是 非專業客戶 對啊 這樣有沒有 比較好 好很多 好很多 哇 以後就跟你學習耶 沒有 直播就是可以累積我們的 那個 想要來我們IG看的一些互動啊 對啊 其實其實我原本也很擔心 應該說 呃 第一次跟你見面是拍你的YouTube 對不對 對 然後那時候 就覺得 欸 你還蠻厲害的 就是好像我們四個人不管怎麼亂講 你都會想辦法 拉回你的主軸 而且重點是不是那種 很強硬的方式 而且很客氣 對 然後後來 後來我覺得上狼人殺之後 又覺得 哇 原來你那麼照顧人 啊 我很照顧人耶 你們是有遇過前三南訪的一群人 真的假的 那 那 那 前三喔 好吧 那至少有前三嘛 前三有個 有個名次也好 齁 還好啦 那你覺得我 我南訪的地方在哪裡 你還好 你算是最好訪的 真的喔 為什麼好訪 因為有問必答嗎 你比較好 你比較好回答問題啊 就我比較願意回答嗎 我有一個安靜這樣 喔 就算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也會亂講 對 就是你要有一個反應 喔 原來如此 對啦 欸 大家很多 很多沒有很久沒看徐志田的大家 你們可以問 一些問題喔 現在可以開放大家問問題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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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Ig最多可以幾個人直播 四個人 同時喔 啊 是很不Lag 還是 會有一點點Lag 還是看網路 不一定 你下次有 有點Lag嗎 我現在有 畫面不會Lag 可是有時候你的聲音會突然 被切掉一下 然後再快速播出 我覺得 應該是最近太多人在IG直播了 喔 伺服器 對啊 所以應該沒差 反正我們直播到時候留著 你們可以 就是錯過的可以去看 對啊 會放在小賴那邊 對 天天 天天在幹嘛 蛤 我最近就是在看影集啊 什麼影集 分享一下 我最近剛剛看完那個 我是遺物整理師 喔 我昨天看完 你看完嗎 十幾 十幾 十幾啊 就最後打 打打打打打比賽嗎 什麼東東的 不能不能爆雷 不能爆雷 反正我看完了 那你一到十分 你給他幾分 欸我怕會得罪很多人欸 對 我一開始前幾集我很喜歡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 我覺得我總分給他應該也是 七八分啦 可是一開始有點九分 快十分 但我越到後面有點 嗯 拳擊那一段嗎 不是拳擊的問題 拳擊那段也有點 就是那個 拿刀片這樣 那一瞬間我就傻了 這是什麼 然後 然後 後面有一些邏輯的處理 然後還有 就我覺得演員啊 攝影啊 然後 整個劇本概念什麼 我覺得都很棒 但 我覺得後面可能 因為我覺得一個東西 收尾真的是最難的 然後我覺得他的收尾沒有 讓我跟開頭一樣驚豔吧 可能我一開始對他的期望很高 你呢 欸我也是 你也是齁 因為我其實 以前就是身邊非常多人推薦我去看這一部 然後我看第一集我覺得 哇好特別的題材 然後我看到後面就 好像都一樣 對 後面就會覺得這題材 雖然不一樣 但又好像回到了某一種 常看到的那些劇情裡面 就會覺得說 欸 好像一開始的新鮮感沒了 因為後面其實每一集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再破每個小故事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後面我就是完全一滴淚都流不出來 喔對 前面其實有一點 就是你會被每個小故事感動 但 我覺得他可能想做太多種題材了吧 就是他每一集的人物的主 他想要講的主題都不一樣 然後人物的背景也都不太一樣 對 可是到後面可能就變得比較難去抓住他 你有看那個嗎 轉圈 欸 那個好像也蠻多人推我沒看 可是那感覺有點黑暗對不對 很黑暗 然後 但我看到後面有一點微疲乏 真的啊 就會覺得 因為他不是一個 他很像單元劇 一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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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然後都 我 我覺得他沒有想要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就是一昧的 復仇 嗯 對 我近 應該說這一兩年 看最喜歡的曲應該是那個 有一部叫什麼 普通人喔 No More People 普通人 對 他就叫No More People 影集嗎 我覺得 影集 蠻推薦你看的 他是 一集三十分鐘 然後他 他其實 呃 如果 我簡單跟你講大綱的話 你會覺得很麻辣 就是 不是都被拍爛的嗎 就是 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他們從高中 然後到大學 到出社會 然後他們 是 彼此是戀人 可是他們 嗯 因為 一些心裡面的 互相 捉摸不定 所以 一直有點分分合合 那樣 可是 真的很好看 你說 Normal People 嗯 對 我覺得很好看 我這 一年來 看過最好看的是這一部 蛤 雖然我 雖然我 我不是那種什麼劇都追啦 像是 後裔奇兵 其實 後裔什麼 後裔什麼 一兵 喔對 我那一部沒有看 嗯 欸我跟你講 那一部我覺得很奇妙就是 我身邊所有人都覺得超好看 可是因為 我看到一半我竟然 氣坑欸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 重視劇情 就是 就是 你只要一個點 遇到我 或是沒有讓我持續想看 我就會想要放 但後裔奇兵 我覺得太 太塑造在 人物個性了 然後我就覺得 劇情我沒有心 喔 明白 明白 欸那你 你會不會想要演戲啊 其實 會啊 我想演到 因為我看 我有看你MV 你好像 就整個 整個 還 就是很想要過戲 沒有感覺 沒有 而且上次你訪問我 也跟我講 欸你戲劇CB欸 對啊 我不知道 欸不好意思 沒想到 對啦 因為你知道我什麼戲畢業嗎 對啦 你什麼戲 土木工程器 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在 聽這個時候真的是要添 就是要一個運氣 我覺得就是 有點機運啊 因為我 我也是誤打誤撞進來的 然後 對啊 對啊 其實很多遇到的人也是 嗯 但我 我覺得 蠻期待的 對啊 沒有台灣 台灣的電視圈 都太看外表了 不會啦 不會 不會啦 走 這 演藝圈走這麼久 我發現就是 拍戲的通病 就是大家太看外貌 以及就是 我覺得不會 要看角色啊 你知道我也 沒有嘛 我遇過很多 角色 征選 很 就是 沒辦法上的 都是 呃 呃 好比說他們覺得我太乾淨 或是看起來 不笨 不接地氣 類似這種 就是 嗯 其實我覺得要看角色 沒有 你知道 好我講一個 我之前曾經 有要演一部電影 嗯 然後 我已經反覆去世了兩次囉 然後 什麼 演員隊什麼都OK 確定 然後在最後一天要拍的時候 被換掉 哎呦 哎呦 因為 會金主就是塞了一個他們想要的人 然後 要演我這個 呃 呃 這個 嗯 其實我 也有一點經驗啦 哈哈 但 但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種東西 嗯 有時候就是學習囉 對啊 然後我就說OK啦 我的 我的 我的戲劇之路 終於要出現了 那就這樣子 沒事啦 我覺得你一定會 OK的 而且你又會唱歌 又會跳舞 然後 看你的MV也會演 還會主持 哇 哇 沒想到 你看你看 你看不只我比讚 我後面那個影子也比讚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但是就算了 演戲這件事情就是 反正我就一直在我MV演 演到 有人發現我為止 可以的啦 如果 如果我有機會 然後我有遇到 可以推薦人 就適合的 我覺得會幫你說一聲 就說我覺得 有一個人很適合的角色這樣 好拜託你 沒有我現在發現 不用拜託 我要找到一個 就是 我自己 錢 然後自己拍不戲 哈哈哈哈 你 我覺得你應該是那種 很容易找到錢的人 沒有 沒有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就是你 你做一個proposal 然後我覺得你很容易 被別人買單的那種 我覺得你應該是很會找錢的 你知道其實 我前幾天在看那個 蛤?你說什麼? 我覺得我是很會賺錢 可是我覺得你也很 很能夠去提案啊 蛤?可是因為 我不知道欸 因為我現在做音樂做到現在 都沒有人要給我錢 都是 我都是賺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也很厲害 沒事吧 那我也覺得 很充實啊 就是 可能體驗過很多人 無法 體驗過的人生 跟經歷 嗯 這個絕對是 更有價值的事情 我那天聽你講說 你很多東西都自己用 我自己也嚇到 結果我就哇 那你很厲害 你到底怎麼 生出那些時間 去處理這件事情 就覺得 沒有我就是一股氣 就是你知道 因為我 我太常被做一些 我平常想做的事情 然後被很多人拒絕 或者是被很多人覺得說 欸你的行不適合欸 你的聲音不適合欸 我覺得你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所以 我只會覺得 好 我要證明給你們看 所以我就會 想盡辦法 存到錢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讓你們看到 嗯 嗯 欸其實 其實我要跟你說聲道歉 蛤?怎樣? 我突然想到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剛很認真聽完你講的話 我只是突然想到就是 你們不是 呃 有一個演唱會在高雄嗎 對不對 你說 之後 喔 對啊 對然後 我不是有去那邊留言嗎 然後你有問說要不要來 然後我一直 就是 我其實是有看到 可是我一直沒回 因為我就覺得說我不一定會出現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回說 呃 再看看 或是說好啊 結果後來說不好意思我怎樣怎樣 我突然覺得現在是一個好的時間點 跟你講一聲 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還有 很多場 啊希望 對啊 希望疫情 唉 我覺得每天看那個消息都覺得 哇 我的天 欸但是我是 後來才知道 欸你看你 你也是蠻會彈 音樂的耶 喔 吉他喔 我是 去年吧 前 前年底開始學 就是我 我就上網學 Youtube啊 還有一些網站 可是 其實我的 音樂底子不是很好 因為我以前都沒有學過什麼樂器 嗯 除了 除了國小我會吹直笛 對 所以現在就在練 練音感吧 你彈蠻好的耶 你彈蠻好的耶 就一個樣子而已 沒有到很厲害 對啊 你要不要現在來講 你現在喔 不要啦 我吉他放在書房 還要過去了 而且我最近沒有在 彈木吉他 我都在彈電吉他 我還要去拿那個音箱啊 什麼的什麼的 好麻煩 我現在就在很舒服的臥房 那邊休息 所以 因為十字田就是一個 很健康的人 喔對啊 我十二點多就會睡 或是十二點以前 因為我們最近呢 就是在玩那個 狼人嫌疑 然後 我就叫十字田去下 然後每次就要看 然後因為我們每次都是玩半夜 然後想說哇 十字田那個時間都在給我睡覺 你疫情期間你的 你的 休息時間還沒有亂掉 嗯 前幾天有因為 我不是昨天跟你Line的時候有點晚嗎 大概一點多的時候睡 很早 那天是因為我 我連看了兩集那個 因為 第九集 第十集我就一次看 所以 才會比較晚 對 不然我都是十二點半以前吧 大概 我剛剛那你可以去看一部劇 我覺得 我也要開始追了 你說 你可以去看一個叫做 虧探 好 是 哪一個國家的劇 韓 韓劇嗎 韓劇 對 叫做虧探 虧探 欸你有 你 我 我沒有看過欸 我沒有聽說過 沒有 這是我朋友推的啦 是新的 應該已經播完了吧 好啊 好 那我 我這幾天可以看 反正每天都好多時間喔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 雖然感覺很多時間但 又會覺得時間沒有那麼夠用 蛤 我 我覺得很夠欸 我都想要趕快開工了 喔 對啦 是很想要趕快開工 可是 每天要做的事情還是好多 你他做什麼 我 我每天早上大概 八點 多一點點起來 或八點 然後 然後 會 看書 看書 對 先看書 然後會寫寫東西 然後 吃午餐 然後 彈吉他 然後 可能會 看看 一些知識的東西吧 YouTube的那種 喔 你 你就是知識的人欸 沒有啊 就覺得 自己 很缺乏啊 就很不夠 就很不夠 Oh my God 我跟你講 因為我 因為我是一個完全 不看書的人 我覺得每個人 學習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 我也覺得你這樣很酷啊 很厲害 你台大聲喔 什麼 你是台大聲喔 對啊 對啊 我也是台大 土木 你這麼聰明 欸沒有我跟你講 大家 你們知道十字天的年紀嗎 我跟你同年啊 你們要講 喔喔喔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認識十字天 我一直 以為他是一個歲數這樣 然後就 好奇問他說 欸 你們知道十字天是幾歲嗎 來下面的網友們 你們可以留言一下 他們沒有想要留言的意思嗎 沒有 他跟我們講話會晚一點點 喔 九十 九十歲 哈哈 東東啊 三十 欸 廣炎秋也進來了 廣炎秋說 廣炎秋你跟我來我家這裡 房間喔 廣炎秋 阿囉哈 雖然我不認識他 跟著打招呼 啊 才25 25 あの 你有 你有在 其他節目講過你的年齡嗎 有啊 我 Rosen 對阿 你怎麼完全不像30 因為我的內心 還是個小孩 對 你們太上 哈哈 沒有啦 我朋友過得開心一點 哈哈哈 還是有些難過的事情嗎 我以為你是2425欸 欸那你為什麼會覺得我有一個歲數 沒有沒有我那時候覺得你是2425 那是因為你那時候說我幾歲的時候 我講完他就說你 你就說你跟我童年 我才嚇到你說欸你跟我童年 對啊 因為我覺得你 你說什麼 我覺得很屁啊 我很屁 對啊我那時候覺得 哇你是不是屁啊 我以為你是在那四個人裡面 算是 最沉穩的 那我以為哇 因為你看你皮膚有點好過頭 還好啦很多很多人比我好 很意外欸 很意外 不要意外 之後可能會跟 石之田有一些不同的合作 對啊我們來討論 對我們來玩一些好玩的 不同的合作大家可以盡情期待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跟你 好像 嚴格說起來 Style真的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聊得來很酷 不是啊 那我 因為你你怎麼會覺得你直播沒什麼話聊 你私下話這麼多 沒有 欸 你知道我是一個可以 宅在家裡一整天然後不跟別人講話的那種 我是因為現在在跟你講話 而且我覺得你是可以聊的 然後你天天懂在講什麼 而且我 我會感覺到 是友善的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很 很OK 但有時候 其實我 我超不喜歡講話 不是啊那你 你去 好比如說你 你去一個 朋友的局好了 你是屬於安靜的嗎 看 多熟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我不會安靜 可是 比較 嗯 點頭之交那種 我其實 欸你知道我曾經在 國中的時候 然後去補習班 那時候被 認為是有點自閉兒的狀態 就是我都不跟別人講話 然後 都都乖乖的在做自己的事情 對 我是很OK 你蠻像自閉兒的 對 對 對我有時候真的蠻像 因為我發現就是 因為我覺得 好像有一些 症狀的人 都很聰明 你看太多劇了啦 你看太多劇了啦 你知道嗎 我待會兒就拿那個 壯壯 你看像 整理師啊 就是他是有點 那個叫什麼 亞斯伯格 那個叫亞斯伯格 然後是學者型的 就是他有比較厲害的地方 對 你看你的粉絲都覺得 平常 因為看你專訪啊 或是訪問你都覺得你是一個很吵的人 然後你就說你是這樣 沒有啊 沒有我問你喔 老實講 你訪過WBL嗎 你自己仔細想想 如果我不講話的話 他們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一個很冷靜很安靜的一個場 對啊 所以我 我 我既然 我都覺得既然我 我在宣傳 那我就要用宣傳的狀態 也不是裝一個樣子 可是那就是某一部分的我 對啊 你也是戲劇戲畢業的啊 你應該懂那個意思 就人的面向嘛 那是某一個 對啦 我懂 對啊 我相信你也有很自閉的時候 我 我 我私下其實沒有那麼愛講話 對啊 那我跟你一樣啊 我私下是可以完全 就是旁邊有人 我也可以完全不跟他說話那種 我也可以 而且我最喜歡 交的那種朋友就是 是可以一直聊天的 不熟 也可以就是約出去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互動 一起喝咖啡 可是各做各的事情 然後可能就發呆 嗯 對啊 我也是這樣 我很喜歡一種就是 你知道彼此做彼此的事情 然後 可能 甚至是玩手機也好 就是 但是完全不覺得很尷尬 嗯 同意 因為我覺得那種才是很自然的 一起生活啊 因為有些人是你知道 玩手機的時候會一直想說 天啊 現在好尷尬 我是不是要開一個話題 如果有這個想法跑出來 那你們就是不夠熟 對 同意 同意 對 那你覺得你自然你是一個會交朋友的人嗎 我最近有在學習 蛤 我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 我有社交障礙 嗯 認真認真 認真 我有一段時間是 突然對於社交 就是 我覺得應該社群平台吧 開始看到一些 不喜歡的事情在發生 然後 可能 離開大學 原本大學的一些朋友 但後來 嗯 嗯 覺得好像 大家畢業了之後的狀態都轉變得很 很不一樣 加上 我 就讀的科系 其實我在 產業裡面 很難找到 嗯 同學 或是跟我的同學們聊這些東西 對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 好比 好比我以前用Facebook嘛 然後我的Facebook不是會提醒 生日嗎 就是今天有誰生日 對 然後不是一度有一堆人 他們都習慣 有誰生日 就過去留言說 生日快樂那樣 對 然後 我是每天早上起來划 臉書 然後看到有誰生日 我會點進去裡面看他 如果我覺得他 我已經不熟了 我就會 刪他好友 蛤 然後 因為我就覺得我又沒在用 然後 然後我又覺得說這個 這個關係好噁心喔 我那段時間有點 心裡有點問題啊 對 我是那種 會想要讓自己把 只要留幾個人 就我很絕對就是 這個人不熟 我就 不要有這個關係 你真的跟我熟你就打電話 或是傳簡訊啊 或是怎麼樣 WhatsApp 對 那段時間是這樣 但 但我前一兩年有發現 我有點太偏激了 所以最近就有在改變這件事情 那 你是怎麼意識到 你有點太偏激 因為 有一些 很久沒聯絡 但是 其實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 就可能 也會跟我聊說 欸我怎麼 感覺變得有點 不是很開心 我就想說 我也沒有不開心啊 然後 可能我家人也會 問我啊 然後有時候 有些工作上面 他們可能問說 欸 你 有沒有跟 大學朋友聯絡啊 或高中朋友聯絡 或是 你最好的圈內朋友是誰呢 然後我就會仔細想 然後 欸 好像 想不到欸 對 就是 因為 因為我又太習慣一個人 窩在家裡面 做自己的事 你就學吉他 然後 學語言 然後 看書 看劇 然後做角色功課 什麼的 有時候一整天就這樣荒廢掉 然後我就 我也很懶得去主動 密誰 然後跟他說 欸怎麼樣 還好嗎 要不要出來什麼的 我知道了 然後 應該是需要一個 很主動的人 嗯 那段時間很需要很主動的人 然後 現在就比較 嗯 好比 你跟我認識的時間點 其實是在我 嗯 狀態很好的 的時候 就是在社交上面 是狀態很好的時候 嗯 但還好就是 在什麼不會社交 我都有辦法 滲透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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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我是非常會交朋友的人 哈哈 我覺得你應該很會 我很相信這一點 因為 你是我很 羨慕的那種人 嗯 我說你在社交上面 對 因為你 不是讓人不舒服的 也不會讓別人覺得 喔這個人很油欸 或怎麼樣 因為我會覺得說 好假設你今天越難靠近 我就會越想要 打破你的心房 我覺得一直 那你有沒有覺得我 你有沒有覺得我太好靠近 哈哈 我想跳 好 沒有其實 好我 我跟你講一個事情 哈哈 你說你說你說 來來來來來 那一天 就是跟你們專訪完 嗯 你會不會覺得我最難靠近吧 我沒有覺得你最難靠近 但 因為 我就是沒有覺得說 喔 沒有對你的印象好到哪裡去 真的假的 哈哈 為什麼 沒有 就是沒有好 沒有不好啦 沒有好也沒有不好 就是 這個人過了就算了 我也沒關係 這樣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我那時候是不是有造成你什麼困擾 也還好 也還好 只是又覺得 喔 完成一個工作了 然後該走了 應該是說 工作完 我沒有覺得 好像有 連結到 不知道是怎麼講 可是那當然啊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說 因為我其實訪很多來賓 那有些來賓就是 我可能訪完 會覺得 欸好像跟他繼續當朋友欸 我要想再多了解一點 就是有這種心情 但是因為 你們 好 其他人都不講 我就講你就好 好 這樣我就好 呃 好像還好 就是也沒有太怎麼樣 對 嗯 然後還是 欸我們第二次見面是在哪 就是狼人殺 就狼人殺吧 對後來在狼人殺 我發現欸 你好像 不一樣欸 我不知道 我那天就覺得你的感覺不一樣 沒有 沒有 沒有因為 呃我覺得 跟人的組成有關係 就好比有時候你到一個局 如果你跟這個人很好 你跟他一對一的狀態 其實不是 五個人聚會的時候 他的狀態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 然後那天 而且那天又是工作 你又得配合著 嗯 整個氛圍 然後我覺得 可能我們四個人太常在一個世界了 對 對 然後我有注意到這個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那天拍完之後 我有去跟你講一下話 我就說辛苦你了 有有有 有有你有講 對 然後還有問一下說 欸你那個朋友是專門幫你拍啊怎麼樣 然後大概問一下你們怎麼去工作 然後跟你閒聊了幾句 因為我很怕 讓你覺得 我們 在 也不是排擠這個字 就是 呃 沒有把你拉到我們世界來的感覺 對 嗯 對 對啊 嗯 但還好啦 那其實還好 沒有到太嚴重 我們要講 我們要講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我只是說那一天感覺是這樣 然後後來 老人殺 就那一天開始 欸 你怎麼變得很不一樣 然後就覺得欸不對 因為那一天我會覺得 欸 那天讓我就是覺得 嗯 好像可以認識你這個人 喔 OK OK 對 其實我是在 嗯 那一次你節目完之後 對你的印象其實就還OK 嗯 因為第一 欸我好像也是 我想像 你好像是最好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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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們 我們 這段剪掉 哈哈 哈哈 沒有啦 反正就是 對 那天是 因為死之前是 因為死之前是 馬上有 結束完 有回來追蹤我的人 當然啊 對 對 沒有因為我 我以前其實不會做這些事情 喔 真的 嗯嗯嗯 欸我也以為 所以我覺得你認識我的時間點蠻 蠻好的 因為現在的我就會覺得 嗯 不需要把 就好比 可能有一部分人 他們的價值觀是 例如說 我都誰都不追蹤 嗯 就是我要一個很乾淨的社交淨土 這樣子 嗯 但 我以前也是這樣 但我現在會覺得 就大隱 隱於世嘛 就是 你要能夠在一個很吵鬧喧滑的地方 你能夠 維持你自己的狀態 然後你能 你能夠隨時下 下樓就去菜市場買菜 然後回家之後 就歸在家裡面四五天做自己的事 我覺得這樣的感覺比較好 我現在比較嚮往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 小帳 然後再發一些自己的小狀態 或是 私人的東西 我大部分 我 我社群軟件 就是 都是公開的 嗯 很好啊 我覺得這樣很棒欸 是一個很 靠近的 欸那不得不說 我跟你講如果大家在看我們直播 你們可以 學我們的模式 就是 有時候你在 一群人認識的一個人 跟你單獨 在認識這個人 感覺可能會很不一樣 欸對 大家絕對要這樣 因為 我覺得人會隨著那個組成不太一樣 有點像化學一樣 就什麼加什麼加什麼 假設如果你那一天沒有來錄狼人殺 可能我們現在就是素妹評審的兩個人 就是網友啊 就可能就網友吧 就是偶爾like一下 然後 看到線動真的很好笑 就揮一下 因為 因為 好像也是從 狼人殺我們才有交換 就是聯絡方式 我們才加line 對不對 對 就是狼人殺那天開始 對 那天錄完 錄完之後我對你的觀感 要更好 因為我真的太會玩 可是 可是我覺得你 你帶的很好 唉 對啊 但是奉勸大家 就是認識一個人 不要太單面 喔對啦 大家還是心靈一下 很像年輕人 就是很常會覺得 啊他不好 他就是一直不好 但沒有 也許你單獨認識他 他會是一個好人 而且其實 我也蠻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人是會變的 就 有些人可能之前不太好 但他會改變 人是會變的喔 我其實蠻相信 我以前是相信什麼 江山易改 本心難移 但 我覺得 唯一 就是有一句話說得很爛啊 就是唯一 不會變的就是 會變 就是變化本身是不會改變的 我蠻相信這個 嗯 蛤 那我還是 但我還是秉持某一些列根性 是改不掉的 哈哈 我相信如果 如果真的 碰到一個 非常 嚴重的一個時間點 可以改的 對 就是他需要一個 轉折的動 氣急 對 他需要一個trigger 改變了 唉唷 拉到 Sorry 你會不會沒穿褲子 哈哈 有啦有啦 那就好 那就好 我給你看 哈哈 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短褲啊 短褲啊 夏日短褲 對啊 反正 我以前是一直覺得 沒有 我以前是覺得 人都是好的喔 嗯 哈 所以你一定遭遇了什麼對不對 應該 我以前都會覺得 人性本善這四個字 那當 當我可能 出社會開始 我會覺得 人 本性真的是善良的嗎 因為可能 遇到很多事情 原諒過很多事情 一直覺得 對方可能會改 可能會 沒這麼壞 但到頭來 真的 你越給他寬限 最後受傷都會是自己 嗯嗯嗯 我覺得不要去想 人性本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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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去往善 或惡去想 我覺得 人性本來就是 就是有 醜陋的 跟良善的部分 就是 你看你遭遇什麼 喔 欸 我現在就變成是說 沒關係 如果你 讓我看到 好 你給我看到善的那一面 那我就會給你善的那一面 如果你給我惡的那一面 那我就會用惡的那一面 那我就會用惡的那一面 回你 就是 我後來演變 巴比倫人 以牙還牙 沒有嗎 對 因為我覺得這 這句話太適合在 我是說出社會喔 出社會這句話 你一定要放在心中 可能你本來覺得我太黑暗 但我不得不說 出社會 這件事情是一定要的 我覺得你可能 又比我更 常會跟人接觸到 因為 像我 我有經濟公司嘛 所以有些事情其實 嗯 是經濟公司 他們會在前面一層 會幫我先去處理 然後 我是被他們 保護住的 對 然後 你 欸 這可以講嗎 你的狀況 對啊 你是自己在做 所以難免 嗯 你必須要跟很多人去交集 那 跟他們 人跟人的交流 本來就會有摩擦 然後我覺得你可能就會碰到很多 不舒服 加上你用一個人在做這些東西 有時候你的心理狀態可能也 負荷不太 就你沒辦法一直都是用一個最 正面 或是最 最有power 的一個 狀態去應對吧 其實我可以 蛤 真的假的 哇 那我是一個 就是 我其實非常喜歡摩擦 我是喜歡摩擦 哈哈哈哈 小萊 請表演摩擦 哈哈哈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好人與人溝通的摩擦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會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很 客套的在闡述某些事情 就是 中心思想 他會用一個很蜿蜒的方式告訴你 嗯 但 會透過種種的摩擦 我會把那些 可能外殼都 都弄掉 你就告訴我 你最直接的東西 你要的是什麼 所以 我有時候 摩擦對我來說是 更省時間的 那你要說我會因為摩擦而生氣嗎 我不會 但如果 你是會一直那種 那種什麼 就是很壓迫式的那種方式 我才可能會暴怒 嗯 我們今天這個直播會不會太 哈哈 哈哈哈哈 太怎麼樣 太怎麼樣 我們直播會太哲學嗎 突然 突然 不會啦 不會啦 我們聊點屁話 哈哈 因為今天本 午餐吃什麼 哈哈 我看 我剛剛本來說 今天開直播是要聊 就是 疫情在家裡 幹嘛 好啊 來聊 可以聊人生那邊去的 欸 我不知道觀眾想要聽什麼嗎 人生的那種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都看不到他們的跑馬燈欸 可以嗎 我看不到他們 講的話 觀世銘 觀世銘很難得進來看我直播喲 還是再來拉一個人 哈哈 再來拉一個人 再拉一個人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就是十點 我們已經聊快一小時了耶 莫名其妙 哇 哈哈 欸 原本沒有計畫那麼久 我剛原本開頭說我們聊二十分鐘 對啊 想說簡單聊個天 沒關係 我們就 十點 再聊十點 十點 好 欸 我看不到他們講的話 好奇怪喔 網上拉 沒辦法啊 好奇怪喔 你有文字跳出來嗎 沒有啊 那我幫你轉數好了 好啊 欸 我可以加濾鏡對不對 我來加個濾鏡 你沒有濾鏡 你臉還這麼好 可惡 我來加個濾鏡 欸你平常 你平常有在保養皮膚 有啊 就是 洗臉 然後 化妝水 然後乳液 來給我們看一下你用什麼保養品 欸不行啊 除非他們有給我的那個 不然不太好 哈哈哈 皮膚有一點太好了 沒有啦 燈光關係啦 哇 你本人也很誇張啊 欸大家還想問什麼哲理嗎 或是你們對人生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愛聊這種 心靈雞湯的東西 我感覺你可以寫 寫一個心靈雞湯的書 我很常就是開直播開導大家 你開導過最嚴重的人是 他跟你說他心裡的狀態多黑暗 就是他憂鬱症想要死 那你救了他 我救了他嗎 嗯 我也不算有救了他 但是我讓他 憂鬱症減輕了 然後 開始會想說要去做 接下來的計畫 應該是這樣子 喔 就不能說該被他 那你真的 那你也是用直播做善事耶 也沒有我看 發生很多 就是比如說有憂鬱症的啊 或是心情不好 或是有社群恐懼症 會很喜歡看我的影片 為什麼 不知道耶 就是我很常收到 這些人的訊息就是 因為看我的影片 然後開始有力量啊 或是開始覺得 人生好像 可以去尋找一些意義 因為我覺得你算是一個 在生活中 蠻 蠻拼的吧 一直都有一個熱情 我相信這個東西 可能有改變到人 沒有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是 應該說什麼這樣 喔 因為我人生也是發生過 巨大變化 嗯 你要講一下嗎 還是會講很長 還好 我簡單就是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富家公子 以前 真的假的 多富 很富的那種 就是 就出門會有一個 有個司機 有個管家跟的那種 就是 幫教主 我們名號是OK的 就是 喔喔 那一 以前 你以前是哪裡 你是不是 你不是台北人 對不對我記得 我台中人嘛 所以我現在去台中 抱你的名字還可以嗎 現在不行了 以當時 好吧 好吧 反正後來是 大學的時候 就是我們家破產 哇 對我們家破產 所以我從一個完全不知人間疾苦的人 而且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打工的人 被迫要去打工 然後開始要自己賺錢養自己 所以我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嗯 所以我才覺得 瞬間體驗到 喔原來 原來 大家上班 是一件這麼辛苦的事 我覺得賺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辛苦你了 所以我才會一直想要跟大家講說 因為其實我身邊的朋友很多會覺得 現在他們沒有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那會覺得 為了活著而去賺錢 嗯 但這個觀念是不對的 是錯的 是錯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你只會越活越累 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在幹嘛 那你覺得要怎麼去想 來我跟你講一定要 嗯 我不管你是幾歲 但我覺得你必須要 勇敢選擇 你們喜歡做的事情 縱使他很少錢 但他忙的每一分每一刻 你都會覺得非常有回饋 就算好 我今天好累好喜歡 可是我最後拿到的錢可能一萬塊 我會覺得這一萬塊我拿得很開心 喔就是追求快樂嘛 對不對 最終在追求的東西就是快樂 可以這樣講嗎 快樂嗎 應該是說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做喜歡做的事情 你可能累的程度不會這麼高 嗯 對 明白 而且 再怎麼樣 都是喜歡的事 對 因為我也有試過就是 我大學時候打了兩份工 有一份工是 我很喜歡 可是錢不夠 但有一個是 我很不喜歡 可是錢很多 但我最後 因為最後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必須要取捨一個工作 嗯 那我不知道 但我當時是把高薪的那個工作 取消掉 因為我覺得 喔 也很抗拒 每天起床 每天下班 我都很抗拒 那一段時間 如果兩份工作都要打工八小時的話 我寧願選擇我快樂的八小時 嗯 嗯 對啊 明白 哇 欸我 我現在還知道你 你其實根本就是偶像劇的劇情 對不對 我是啊 有很多很誇張的事情 你從一個賴公子 變成 以前嗎 以前嗎 變成 欸那我很開心有這個經歷欸 我覺得很好 至少 至少 你現在回頭看過去 你會覺得是 富足的就好 欸因為如果我 我沒有這樣的經歷 我如果現在還是一個 很有錢的人 我也許 我不會想要努力 我也不會想要出格 我也不會 怎麼拼命的要生活 我可能都不會 我可能就废在家裡 想 玩 嗯 嗯 欸可是我也很想 很想看看 你是賴公子的時候 的感覺 的感覺 好想認識那時候的你 嘿嘿 那時候的我 那時候我就是 那時候我就是 可不可以一直要你請客啊 欸我想 我想吃什麼 我想吃什麼 這樣 好像 可是 那時候還才高中欸 我 我可以吃炸雞排 吃一個人吃五份啊 就是以前是我躺在家裡 會有人就是 把三餐都端到我面 我都不用動 要餵你嗎 不用餵我啦 不用餵我啦 那就是會端過來這樣 我以前就是在家裡 那你 躺在沙發上這樣 然後三餐這樣 那你就是從 從小就過著那種 療療療療院的那種 對啊 這樣 哇好酷喔 不能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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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不知道什麼 你是怎麼知道 知道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是 就是 不去做他的時候 會一直想著他 啊 嗯 因為我 我其實 那時候我大學畢業嘛 我為什麼會開始演戲是 那時候有劇組來找到我 然後我想說反正當兵是十二月的事情 那我畢業到十二月我中間能夠去演戲 好像蠻好玩的 因為我本來想要去 美國或是英國念那個建築 我本科是土木工程嘛 然後 我拍完之後 就去替代藝 然後替代藝的時候其實我都在準備英文啊 準備作品集啊 可是我一直念念不忘 那時候演戲的感覺 然後我也開始 我以前其實不太看電影 我都只看那種大片 什麼史蒂芬斯批博啊 然後什麼約翰曲普塔 尼可拉斯凱基 就是那種好萊塢大片 可是我當兵的時候 有時間我就會開始看看 有的沒的電影 然後 發現自己在看的時候 就會想到一些 在演戲過程中發生的事情 然後最後我在退伍前 自己演的電影上了 上映 然後我看了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既然我一直都想著他 那我是不是試著去做做看 那時候年輕嘛 就覺得說 反正不喜歡我隨時都可以 改變 對吧 對 所以就有點像這樣吧 我覺得就是你念念不忘 你自己愛建築嗎 我覺得是喜歡的 但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我會選建築 是因為比起結構工程 就是土木的東西 我更喜歡建築裡面 比較人文的部分 所以我才會覺得 我可以去念建築 但是當表演這件事情 或者是影像 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我都覺得他又大於建築了 太懂 所以你有沒有因為選擇了演戲 放建築 後悔 我覺得不會後悔 因為我覺得 我都是很認真的在做 所以那些積累都沒有變 好比我現在做演員 你說我的特別的地方 我身為十字田特別的地方 可能就是因為我以前的那些經歷吧 就我那些經歷 培育我怎麼樣去思考 然後怎麼樣去做 塑造一個角色 我覺得這個是我跟其他人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哦 就你塑造也是拆解式的 建築 對 而且我可能 因為建築的東西 本來就是一個 很理性也很感性的東西 哦 對然後 我自己最嚮往的狀態 就有點像是 以前歷史課本不是會讀到 那種什麼文藝復興時候 因為那時候就是理性跟感性都是 最 最發光的時候 嗯 然後 嗯 我覺得 這對我來講 在表演上很有幫助 就學建築這件事情 因為我 我懂得 感性的部分 可是我也知道怎麼樣 理性去 拆解那些東西 哦 哇我第一次聽到 念建築 對表演會有 幫助 欸你知道有誰還是念 念建築的嗎 那個 那個誰是念建築的 吳彥祖 哦真假的啦 真的真的真的 可是他他他他他比較厲害啦 對他是本科就是建築 我是本科是土木 只是有學一點建築設計 建築哦 我我看我對建築是蠻好奇 嗯 對啊 反正我覺得反正因為我們今天就是 大概先聊一下這樣子的狀況 對啊 我們到十點了 對 默默就到十點 之後呢 如果想要聽更 因為我覺得好像今天這樣聊一下 好像跟很多事情可以 挖去 其實我們很好聊欸 我發現 蠻好 好 反正之後有任何的 訊息會再公布給大家知道啦 好不好 你說未來的計畫嗎 未來的計畫 未來的計畫 不久 對啊 我們再找時間討論一下 對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 反正今天直播呢 你們沒看到也沒關係 就是我會存著 你們可以等一下自己去看 好 好啦 先這樣 平安啊 對啊 拜拜 大家防疫要加油 好重 好重 對要記得戴口罩 拜拜 欸怎麼關啊